哈喽,欢迎来到99TV苗知识,我是Joey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之前讲过一部 进入无论世界后要不断玩死亡游戏续命的剧集 就是日本的经济之国的闯关者 最近第二季已经推出 如果还没看过的朋友可以先去看看我对第一季的解说 毕竟这一期会有高度的剧透 不过我是等第二季完结后才制作这个影片 我想大部分人已经看完 第二季的精彩程度不亚于第一季 这次除了强调人生存的意义外 还深入了人性的本质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 这个荒谬世界的真相 到底幕后操控一切的是什么人呢 有什么办法可以回到原本的世界 这些都是第一季留给我们的疑问 也是让观众追看的重要原因 虽然这个作品是漫画改编 但是故事性绝对不输给韩国的鱿鱼游戏 甚至我感觉在故事的编排上 故事结局的几次扭转 绝对是在鱿鱼游戏之上 对我来说 鱿鱼游戏的故事过于简单 仅仅只是有闲人的娱乐 很多桥段也安排得十分不合理 最主要的就是 最后的那个鱿鱼游戏真的是太无聊了 但是经济之国的闯关者不同 这次的结局编剧十分下功夫 逐渐带领让观众揭露真相 并且在情理之中 在破关所有花色的游戏后 世界进入了第二阶段 也就是人头牌游戏正式开始 游戏与当时海滨屠杀的幸存者 都聚集在广场等待游戏的开始 可是他们不知道 其实游戏早已经开始 等人都聚集在广场上后 突然就有人被远距离狙杀 这让所有人都很吃惊 在经济之国一直以来 虽然不断经历残酷的死亡游戏 但是都是相对公平的 所有人都会得知游戏规则 只要输了都要死 不过这次所有人都不知道规则 一场屠杀就已经展开 大家只能纷纷逃离 这场没有规则的屠杀 其实就是人头游戏黑桃K 很快聚集停止 但是改成突击步枪了 所有玩家都在慌张逃亡 这时游戏才知道 原来还有这么多玩家存活 现在的场景 让游戏联想起 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之前 玩电脑游戏的感觉 只不过自己 这次不是手持枪械的玩家 而是那些游戏中被屠杀的NPC 但他们发现黑桃K 只是一个人也未能反击 理论上现场有这么多人 一拥而上 黑桃K再厉害也不是对手 但是这就是人性 大家被之前的屠杀吓到了 没有人敢挑战黑桃K的权威 这个就像一些残暴的独裁者 就算他们的行为再过分 也不会被人民推翻 直到他身边的人造坊 或者有英雄出现 所以现在没有人敢挑战黑桃K 还好游戏在海滨时候的朋友 开始接应 雨走木汉水机都成功上车 唯独巨物鹰炸弹 只能放弃上车 而这时游戏似乎找到了规律 每一个头拍游戏 都应有一个管理者 如果击败所有管理者的话 就通关 可是在这时候 黑桃K开始追上 在追逐的过程中发生了车祸 幸好游戏他们都似乎没事 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以为 黑桃K死了 所以很多玩家都过来围观 可是黑桃K哪会这么容易死呢 很快又开枪攻击玩家 在一片混乱中 虽然黑桃K已经走远 但是这样下去一定会被找到 毕竟他们有签证的困扰 所以游戏决定一定要避开黑桃K 一边主动去参加其他游戏 这样才有赢的可能 而且如果参加其他游戏的话 黑桃K应该不会干扰 游戏认为他们先去挑战梅花K 当然水迹不明白 为何上来就要挑战高难度的K 而游戏认为 想要接近真相 K的情报会比较多 而且梅花是强调团队合作的游戏 对于挑战者来说 应该是有利的 起码不会像红星游戏那样相互残杀 当他们去到梅花K的游戏场地时 发现原来这个游戏是要五个人参与 可是有期他们只有四个人 就在这时有一个熟人出现在他们身后 这个人就是九木 九木可不是一个理想的队友 在第一季中 他是最享受屠杀快感的五豆派 梅花K的游戏十分独特 其实就是一种阵地战 整个过程就像儿童游戏一般 并非靠残酷的战斗 而是要会分配分数用策略取胜 可令人惊讶的是 这次与有期交手的九尖等人 竟然号称是经济之国的国民 国民概念是什么 估计就是不需要签证可以永远住在这里 那这些国民是人类吗 赤裸全身的九尖告诉大家 所有的头牌游戏都是国民设计的 但是即使是国民在游戏中 伊朗会死亡 也就是说 其实国民曾经也是人类 自然坚信通关后可以回到原本世界的游戏有所动摇 他很想知道经济治国的真相 九尖当然不会告诉游戏一切 但是为了让游戏可以全力以赴 九尖答应如果游戏可以得到胜利就告诉他 为了可以胜出比赛 游戏设计出来战斗策略 面对位置的对手做出了充分的准备 可是意外的是 看似气场强大的对手竟然并未做出战力部署 仅仅将战力平分给队友 这辆游戏十分不解 但是这样绝对是对游戏这边有利的形式 这样一来游戏轻易赢得了第一回合 不过这样的胜利似乎也太容易了吧 毕竟这可是梅花K的游戏 九尖他们在原本的世界是一个乐队 他们对之间彼此来说都是平等的 所以战力也平分 九尖其实并不是故意输给友期 这些经济治国的国民也只是普通人而已 但是他们可以成为国民 当然也是经历了许多挑战的幸存者 所以九尖的团队一同想出了一个 自知死地而后生的策略 成功在第二局大幅领先了友期 当然这是以牺牲一位战友为代价的 这种觉悟令友期十分震惊 因为他们可以说无法做出同样的事 这种感觉就像是举国体制与自由社会一样 在自由社会重视个体的存在 无法为了大局去牺牲个人 所以如果这样下去必输无疑 这时友期这边开始失去了斗志 虽然大家知道如果输了所有人都会死 但是绝对不能因此牺牲任何同伴 毕竟每个人都想活下去 虽然友期用计谋追悔了一些分数 但是随着时间减少 似乎胜利的可能已经越来越少了 在大家都准备放弃的时候 于左慕依然没有放弃 他认为就算到死前最后一刻都不能放弃 眼看游戏就要结束 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选择 随机选择等待死亡的来临 久慕却想着要强奸与左慕享受最后一刻 最后龙田为了大家得到最终的胜利 选择牺牲自己 强行取出自己的手环 游戏利用了龙田的手环成功骗过了久慶 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久慶明显是一个正直单纯的角色 但是由于他们的这种所有人都统一想法的体质 导致了失败 不像友期这边 每一个人都会想自己的方法 虽然绝大部分的人都无能为力 但是只要一个马斯克就可以改变世界 最后久慶告诉友期 要信自己认为的真相 选择犬永远在自己手中 因为久慶也并不知道真相 他们的选择是成为经济之国的国民 这使得友期一度对回到原本的世界绝望 因为他活着的一切希望就是回去 如果不可能的话 那这么辛苦的活下来为什么呢 除了友期 其他人也在努力破关 居屋就参加了一场考验 相互信任的游戏 原本是医生的居屋 为人冷静 对所有事都依附置身事外的感觉 这个游戏是红星J的游戏 叫做单人牢房 游戏场地也是在监狱进行 游戏规则相当简单 每个人都有一个警环 在警环上会随机出现花色 但是自己无法看到是什么 需要朋友告诉你自己的图案 但是如果一旦答错就会死掉 这种游戏就是考验大家相互的信任 当然红星J也混在其中 只有成功将他杀死游戏才会结束 在这种情况下 每个人都要决定是否相信对方 信任可以很容易 也可以很复杂 尤其是赌上性命的游戏 有几种方式可以得到信任 一种就是情侣之间 一种就是团体 除了少部分人相互组队 其余的人都组成了一个团体 因为一般来说 要信任一个陌生人比较难 但是团体就相对安全 因为如果哪个人说谎 其他人就会知道 这样就造成了一种群众压力 说谎的人也会害怕别人出卖自己 但红星J为了隐藏自己 所以并没有杀人 但是很快 这个脆弱的平衡就被打破 第一位死的人是一个恶霸 为了知道自己的花色 对自己的搭档全打脚踢 在一些玩家的怂恿下 他首先说了谎话 杀死了恶霸 这打破了微妙的平衡 虽然死的是恶霸 但是开始有人怀疑 这个第一个杀人的家伙就是红星J 所以就有人暗示要大家一起说谎杀死他 戴兰毫无疑问 在杀死了这个人后 游戏并没有停止 但是一旦一个团体开始讲了谎话 就会失去了信任 人人自为 所有人都不知道谁才是可信的 谎言一旦扩散就一发不可收拾 没有人可以幸免 尤其是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 越是想控制别人的人 就越会被人背叛 最后就连巨屋的搭档都死了 当然并不是巨屋杀死他的 而是他自己退出 但是在别人眼中并没有分别 这时可以存活下来玩家也只有五人 反而游戏开始时 最安全的团体都相互猜疑死光了 不过这时剩下的五人 必定有一个就是红星J 细心冷静的居物用计谋最终 逼出了红星J胜利破冠 信任一旦动摇就很难再建立 相反就算看似再牢固的感情 只要产生了质疑就会很快溃散 为了躲避黑桃K 余总墓有期失散 他们似乎知道了进入这个世界的重要条件 就是进入经济之国的人之前都看到了烟火 为了K继续活下去 余总墓带着遇到的一位儿童开始了闯关 因为这个儿童的签证已经是最后一天了 没想到在游戏中遇见了正在寻找自己的友期 黑桃Q将军游戏规则非常简单 黑桃Q的队伍只有四人 所有玩家都是挑战者 在现实回合中双方各自可以去抓对方的人 被抓到了就会自动加入对方 到所有回合结束 哪对人最多就哪对胜利 不过黑桃Q自己与挑战者中的那个孩子不能投降 只能以死相搏 当然在前几个回合 被黑桃Q抓走的玩家 还想被队友救回 可是随着黑桃Q抓的人越来越多 而剩下的回合越来越少时 玩家心里出现了变化 很多玩家不希望被救 甚至更多玩家选择投靠黑桃Q 这是一种基本人性 因为人类是一种团体动物 所以在天性中就有投靠强者的随众形态 不过他们仅仅看到了眼前的利益 虽然只要投靠了黑桃Q就不用死 但是也就无法破关 最后甚至挑战者这边仅仅剩下不能投降的儿童 友妻和余左目三人 在逆境中永不放弃的就是余左目的特性 所以在他努力的劝说下 成功策访更多玩家 因为比起苟且在经济之国 人们更想打败黑桃Q回到原本的世界 就算原本世界同样有很多痛苦 但是至少那里是自己出身长大的地方 挑战者的胜利让黑桃Q感到不解 这是因为他不知道理想对人的影响 如果人一旦有了对理想的向往 就会觉醒将生命置之度外 为了远大的目标所牺牲 加上这个游戏 如果大部分玩家觉醒的话 其他玩家为了不想死也会纷纷叛离 加速了黑桃Q队的溃散 最后甚至只剩下黑桃Q一人 同一时间巨屋参加了翻片K的游戏 巨屋没想到的是 翻片K竟然就是海滨的二号人物 九头龙 原来海滨中间一早就被经济之国的国民渗透 这个游戏理论上应该是一种数字游戏 所有人从0至100选出一个数字 所有玩家选出的中间值再乘0.8 得出的数字最接近的玩家就胜利 除了胜利的人 其他玩家都要被扣一分 然后重复游戏 扣满十分的就会被头上的硫酸杀死 九头龙摆出了F中地元坛的造型 毕竟是经济之国的国民 前几次胜利者都是他 九头龙原本是想追求公平的律师 所以他设计的游戏就是为了营造平等的概念 为了打断九头龙一直胜利的节奏 巨屋选择了与所有人相反的数字 这样做巨屋赢的几率是0 很多玩家都认为巨屋是疯子 随着游戏的进行 陆续有人被淘汰 最后就剩下巨屋与九头龙两人对决 但其实看似冷酷的巨屋与九头龙都是同一类伦 原本他们都怀有着理想 但是像一些不公平的潜规则所妥协 巨屋直接告诉了九头龙自己选择的数字 烂九头龙选择谁能胜出这个游戏 不过烂巨屋意外的是 九头龙竟然选择了输掉这个游戏 可能是他从巨屋的眼中见到了自己 随着越来越多被攻破的关卡 这个城市也似乎有所变化 到处长满了绿色的植物 如同城市的重生 现在只剩下红星Q 与到处追杀玩家的黑桃K 第一季海滨的五斗派领袖 力国遇上了游戏 并策划出杀死黑桃K的计划 当然黑桃K的实力超强 就算力国组合出玩家最强阵笼 依然无法战胜 最后在有期设计的陷阱中消灭了黑桃K 但是代价是 几乎所有配角都重伤 最不合理的就是 深爱着力国的弓箭女 受到这种攻击竟然还能活着 不太真实 所以最后可以去玩红星Q游戏的 只剩下有期 和受伤了于左目 如果成功通过了这个游戏的话 就可以知道这个世界的秘密 到底是否可以回到原本的世界 没想到红星Q就是海滨的加纳未来 加纳就是这个世界的管理者 而这一关玩的游戏出奇的简单 只要陪她一起玩三局捶球 不论输赢就可以赢的游戏 不过只有一个规则 就是绝对中途不可以放弃游戏 这个规则实在太奇怪了 像有期这种有着坚定信念的人 怎么会轻易放弃呢 虽然有期没有玩过捶球 但是不论输赢都可以过关 这似乎隐藏着什么陷阱 在刚刚建立了一场场激烈残酷的战斗后 这宁静祥和的捶球与之前有着极大的反差 就在有期顺利完成两局捶球游戏时 加纳忽然提出要喝下午茶 这是早起完成游戏的游戏 想尽快完成游戏 但是加纳已经为大家倒上了茶 并说这是鼠女的基本礼仪 借喝茶的机会 游戏询问关于经济之国的事 正好加纳利用真相开始拖延时间 加纳先讲了一个类似hack任务的故事 未来世界已经可以实现人的永生 为了体验刺激 一千年后发明了虚拟现实游戏 玩家在这里可以体验到死亡与末日生存的感觉 但是很快 加纳又讲了另一个故事 由于外星人的入侵 人类的城市被植物覆盖 那些外星人鼓捉人类进行各种游戏实验 但是在玩家之间 有传说其实地球发生核战 地表已经不适合生存了 那些住在地底的侥幸富豪 派出有记忆的反射人到地表参与游戏 而他们在后面进行赌博 听起来有些像鱿鱼游戏一般的故事 让友期难以相信 就在友期开始不耐访时 加纳忽然告诉友期 害死他所有朋友的红星期就是他设计的 友期听到这 差点就杀死了加纳 在于左目的提醒下 友期明白 这都是加纳的诡计 如果他杀死了加纳 就违反了游戏规则 红星Q的游戏就无法过关 而且游戏也无法结束 加纳眼看友期识破了自己 就又开始用真相勾引友期 虽然于左目再次提醒友期 不要相信加纳 但是友期依然对真相有着强烈的好奇 加纳告诉友期 这一切都是幻觉 都是友期想象出来的 所以友期可以活到最后是理所当然的 最高级的谎言就是掺杂了部分真相的谎言 加纳告诉友期 其实友期已经忘记了一切 并且引导友期回忆之前他好友的死因 友期似乎慢慢回忆起什么 在他们进入经济之国的那天发生的事 就在友期他们看到天上的烟火时 不幸的事发生了 友期亲眼看到自己的两个朋友被车撞死 故事发展到这里 似乎给了观众一个合理的解释 原来所有的一切都是友期 接受不了朋友的死所致 整个经济之国是友期为了逃避现实而幻想出来的 而加纳就是友期的心理医生 并尝试让友期放下伤痛 面对现实 放弃这个为了逃避的游戏 就在友期准备吃下加纳的药放弃一切时 同在精神病院的余佐木冲了出来 他为了让已经迷失了友期清醒 不惜在他面前割腕 余佐木的行为成功唤醒了友期 如果一切都是友期的幻想 自己为什么会存在 这是余佐木可以看穿这个骗局的原因 很明显加大的计划全部失败了 接下来他们继续打完了最后一局垂球 游戏顺利通关 瞬间漫天烟火 然后出现了一个声音 询问现在所有的玩家 是否愿意成为经济之国的国民 当然有些玩家义无反顾的选择成为了国民 因为这样就不用为了续期签证而烦恼了 而且经济之国并没有说明 不加入国民会怎么样 可能回到原本的世界也可能是死 但是也有很多玩家已经筋疲力尽 只想离开这里 所以拒绝成为国民 而原来真相是在友期与他两位朋友看到烟火时 天上落下了陨石 而所有在经济之国中的玩家 其实都是那场灾难的受害者 经济之国其实是一个人在濒临死亡时出现的一个世界 用儿时游戏的方式选择了每位遇难者的命运 在游戏中死掉的就离开了人世 坚持到最后的就会从昏迷中苏醒 而选择留在经济之国的 我想他们应该都成了职务人了吧 等待着下一批玩家的到来 当然有期在意愿与左幕再次相遇 似乎是一个大团圆结局 但是影片中最后留下的鬼王扑克牌又似乎暗示着什么 难道现在的一切能在经济之国之中吗 还是等待下次他们再进入经济之国要挑战的关卡呢 所有人终归一死 鬼王可能就是能永远无法破关的游戏吧 这里是一个不错的暗示 为续集埋下了伏笔 听说漫画已经出续作了 就算没有续集 这种留白式结局也会给观众留下更多的想象 好了那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的记得点赞分享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记得按订阅哦 然后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那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 拜拜